今天是8月18号 从西宁出发 我又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 希望这次《非诚之旅》一切顺利 出发 我叫刘超 现在经营着一家自己的旅行社 专门做一些西北的特色路线 一年中7到10月 是我们这儿最美的时候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都一直会在路上 来这边旅行的人 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人喜欢这里的天地宽阔 有的人为了释放压力 还有的人带着自己喜欢的人来 尝试着表白收获爱情 记得之前有个小兄弟 带着自己喜欢的女孩过来玩 结果中途表白失败 当天女孩就结束了行程 旅途中我还得是个多面手 是开得了高原错版路的司机 拍得了大片的摄影师 有些时候我还得是心理导师和何侍郎 男人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 气头上说什么对方都听不进去 来 喝光椰汁拜拜好 如果曼老师来这边玩的话 我会带您去马旁拥挫 那里海拔四千左右 人会感觉有点缺氧 而人是很奇怪的 同样的东西 当你因为缺氧 心跳加速看到的 和你心跳均匀时看到的 感受完全不一样 希望在这次《非诚之旅》 我可以预见让我心跳加速的她 西北的风光非常的壮丽 为什么推荐我去马旁拥挫 因为现在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都比较大 然后去一个比较安静 偏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马旁拥挫 前面是雪山 后面是港人波旗 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缺氧 因为它海拔有四千六 周边也没有信号 也没有任何的打扰 然后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欣赏风景 西藏有三大神湖 纳姆措 杨卓拥挫和马旁拥挫 他推荐得很好 那两个我去过 就马旁拥挫没去过 我特别推荐陈明去 他在阿里地区 去阿里地区可以看到三个 一个是看骨骼王朝 第二可以看一下 叫西藏第一神山 刚仁波旗 还看看这个神火 男嘉宾你好 你刚才也是说你是做旅社的 我是做这种自由行 应该大家听过吧 也就是大家嘴里所称的包车司机 你有打算去敦煌墨高窟的话 我是很感兴趣的 我一直在就是跑这一条线路 东豪墨高窟的话 确实值得一看 因为值得一看的是 他那些用的石料 颜料 还有那些彩绘 都是至今是一千多年前的 完了之后 你进到那个洞窟之后 他的那些实话就非常的清晰 你就感觉不到 这个是一千年前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珍贵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带你过去一起看一下 18号 孟爷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马詹 我是一个来自广州的一个河南人 然后我想问你 就是有很多女生会去搭讪你 然后你会不会对他们有一点点 反正就是接近的想法 你好 女嘉宾 你说的一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有一些关系会处理得比较果断 果断 绝不武断 其实我曾经跟好多朋友分享过 如果哪一天我不做电视节目 我的能力最能胜任的 就是干他这样的工作 我斗胆说一句 我可能比你还有点优势 我也可以开车 我也可以讲解 我还可以给老阿姨拍照 我还可以帮她修图 如果老爷爷 老奶奶晚上想喝两杯 我还可以陪她喝一点 三杯 你觉得还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们可以组个团 把老阿姨 老奶奶发给